每天接吻的好处有哪些呢? 今天来分享一下 1. 好处如下1 每一次接吻会消耗体内至少12个卡路里科学家指出 每天只要接吻3次每次持续20秒便有减肥功效 PS,如果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正在为减肥而补脑不要由于吻他 他,他,吧 2. 经常接吻的人凭真寿命叫一般人要长5年 PS,一女生抱粗口 我靠,那要是我老头吻得比我多 那岂不是,我先死掉吗? 3. 接吻是治疗 打嗝不止的最有效方法 PS,这个时候是你抢吻最好的时机了 还犹豫什么?上啊 4. 接吻10 12. 组唇部肌肉 17. 组舌头肌肉会呈紧张状态促进血液循环 有助预防皱纹令皮肤更光滑有美容效果 我好过去美容院 P.S. 当你的男朋友 当你的男朋友 不开心或是受伤时你的吻 就是他 他的止痛药 麻醉剂 6. 接吻 能刺激大量肾上腺素 使人心情愉快 如果每天接吻三次 整天就会处于快乐之中 P.S. 男孩对女孩说 为了咱们天天开心 我们每天都要接吻 7. 接吻时 双方的唾液交换 原唾液中的水分 细菌 天然盐 蛋白质等 一旦加入别人的唾液 某些微生物会产生不同反应 从而刺激个人免疫系统产生特定抗体 增强免疫力 P.S. 加油来袭 不想得病 想增强抵抗力 有个好身体 咱接吻吧 8. 接吻 能阻止皮质激素形成 减少患高血压 高胆固醇 肌肉萎缩和失眠的机率 P.S. 晚上会失眠吗 失眠的注意了 9. 接吻时 分泌的大量唾液 含有钙和磷质 可有效预防蛀芽 而且唾液的酸碱度属于中性 亦有助于预防牙齿疾病 P.S. 只有牙好 才能吃妈妈香 10. 每个人 一生肿 平均用20,160分钟 约两个星期 来接吻 P.S. 貌似有点短 还没吻够 那就个屁了 11. 十一 90%以上的女生在接吻时会闭上眼睛 75%的男生会睁眼头望 P.S. 在浪漫点儿行步 12. 十二 接吻时 你习惯把头倾向右边 P.S. 当你接吻时 你的大脑会立刻对你接吻的对象的唾液 进行化学分析并且发出一个遗传基因兼容性的结论 这也是人们第一次接吻 持续时间较长的原因 总之接吻对机体有着不可思议的神奇效果 这也是人们第一次接吻 对机体有着不可思议的神奇效果